- 股市罗宾汉 大家好 欢迎来我们今天的股市罗宾汉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飞瓶 现场为你邀请到的是法文出身 最能掌握市场法文冲动向的罗宾汉老师 来到我们现场 老师好 然后飞瓶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来我们看见台北股市表现如何 将官指数的今天最高在16822点 最低在16651点 收盘的时候大涨了193点 来到16770点 成交总值4438亿元 天鹏们今天这样的盘是 到底接下来我们该怎么样来布局 赶快请讲我们的专家 罗老师 这个市场屏袭以待的 这个辉达的一个财报 终于在今天的一个早上 做一个公布了 那当然这个数字 非常的一个漂亮 没错 你光是第二季 它的一个营收 财测是110亿 大家都已经认为 哇 这有可能吗 这已经很漂亮的一个数字了 对不对 结果一公布出来多少 135.1亿 跟去年同期 增加了101% 代表什么 跟去年同期增加了一倍 那跟上一季 就是第一季 来做比较的话 增加了88% 对 创了一个历史的一个新高 比财测高 而且你看QOQ 88% YOY 哇 101% 不得了了 对不对 这个数字 可以说怎么样 可以说是又让市场 陷入一个疯狂的一个境界 尤其EPS 2.70美元 这个 甚至 刚刚讲是营收 获利的部分 每一季 单季赚了2块7 这更是跟去年同期 YOY的部分 增加了超过4倍以上 对 这是第二季的一个财报 对 除了第二季的财报以外 其实回答也针对 接了下来 第三季 就是目前所处的这个季度 第三季 它公布了一个财测 这个财测 160亿的营收 对 那这个营收到底好还是不好 你自己想吗 第二季都已经135亿了 对 第三季如果在160亿 是不是比第二季又继续在成长 至少也是20%以上的一个成长幅度 对不对 最重要的 如果跟去年同期来做比较的话 那不得了了 对 160亿跟去年同期做比较 那整个YOY更是高达 170%也就是1.7倍 是 所以不管是已经过去的第二季也好 又或者目前ING正在进行的第三季也好 都是非常傲人的一个财报 对 所以我想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AI大乐透 公布之后 我不晓得 那个市场上当然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因为一公布出来之后 今天市场的话 哇 AI相关的包含台积电 包含AI三雄 二话不说 直接都是先开高半根停板以上再讲 对不对 但是结果 到了收盘 大家的命运 好像就不太一样了 那这个部分到底差别在哪里 我想台积电的部分不用我多说了 台积电今天开高期许 它的走势十分的一个平稳 因为它开盘的时候 563块 收盘564块 比开盘价还要高一点 当然也是今天带动整个台北股市 大涨的一个最重要的动力之一 好 那除了台积电以外 当然大家早所瞩目的 因为只要想到 灰达 对 想到AI 大家一想到的就是 啊 AI三雄 你看多少人在压爆这个AI三雄 好那其实对于AI三雄 我过去也跟各位讲过了 对 好股票 是 所以当时因为挥达了股价拉回 他们也被错杀下来 所以我也告诉各位 其实你喜欢做AI三雄的 其实拉回还是机会的 对 好 即便当时我说没有人 好 敢去帮他讲一句公道话 没有怎么雪中送炭的 只有落井下石 要不然就好一点是冷眼旁观了 对 没有人敢跟你讲他的好话 只有当时我告诉各位 拉回就是机会 不过即便我认同他是好股票 我认为拉回是机会 但是我认为我还不到买他的一个时机 我说我要买的是什么 我要买的是先发名单 好 一样是正AI的股票 可是我要先买的 我要先赚的是二三五七的一个华硕 对 那买华硕跟买AI三雄 我想差别在哪里 其实我们今天就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比较 我想AI今天 我说这个AI大乐透公布了之后 因为你买的股票不同 对 好 可能有没有中奖 这个中间差异就很大 对不对 尤其你的资金是分散开的 还是集中在最强势的一档股票 我想这又攸关你整个获利的一个幅度跟程度 好 那我们先来看 AI三雄 大家都在讲 讲到AI 大家都在告诉你 AI三雄要怎么样 可是唯独我告诉各位 即便AI三雄我是认同 但是我要买华硕 为什么 来 我们来看 最近这一个礼拜以来 今天礼拜四 对 这个礼拜以来 我们来看华硕 涨了多少 华硕涨了11% 涨了42块 这个礼拜 好 那至于说大家所熟悉的AI三雄 我们先来看 3231的这个伪创 对 他这一个礼拜涨了多少 涨了1.86% 我刚讲了华硕涨了11% 对 他涨了1.86% 只有涨2块钱 是的 对不对 好 那另外还有谁 还有2382的广达 广达这个礼拜涨了4块钱 涨了1.56% 也涨不到2% 跟伪创一样 好 那另外 你说那还有技嘉呢 技嘉我们来注意看了 技嘉这个礼拜确实不错 他涨了多少 涨了12.2% 涨了39块半 就金额上来看 跟这个华硕 非常的接近 对 那幅度比华硕要增加1% 但是重点在哪里 重点 华硕今天 昨天就知道了 昨天华硕来到了418块 创了波段的新高之后 今天继续在涨 有没有 今天又创下了多少 今天又创下了428块的波段新高 也就是说 连续两天 创了波段的一个新高了 对 好 那我们刚刚讲技嘉 就绝对幅度上 它确实比华硕怎么样 要增加那么1% 对 要多出1% 但是我只问各位 你回去自己看一下 技嘉有没有过新高 没有 没有啊 对不对 上一波技嘉的高点 在382块半 而今天 纵使 在整个礼拜上来 它累积了12%的涨幅 不过 它最高点 也不过就来到 367块半 对 换句话说 你前一波 你买在380几的 甚至于买在370几的 我请问各位 纵使这个礼拜 技嘉涨了12.2% 嗯 你有没有赚钱 没有 你还在等解套 它这个礼拜的12.2% 涨上来只是怎么样 在减少它过去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碟式而已 它只是把它原本的一个碟幅 给做一个收敛而已 所以代表 这一个礼拜以来 单独创新高的 只有2357的华硕 对不对 更不要讲今天 今天就更妙了 你看今天 当然技嘉在今天走势 也算平稳了 一开盘3856块 收盘3854块 也OK了 可是如果说 你看3231的伪创 今天开盘多少 今天开盘135块 很多告诉你 哇 这个所谓的一个 AI的一个 挥达 这么漂亮的一个数字 赶快我们去买 AI三雄啊 抢啊 追啊 冲啊 有没有 有 我不晓得你老师 有没有带你这样冲了 但是我只告诉各位 如果说你今天去买伪创的 嗯 它今天一开盘135块 对 刚好是几乎是今天的最高点 嗯 重点是它收盘收多少 你猜猜看 它收122.5 哦 早盘135.5 哦 那到了这个收盘 变122.5 换句话说 你每在高点的 今天了13块 对啊 刚好今天了1千半 哎呦 对不对 今天回答很漂亮 对啊 啊 为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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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达呢 嗯 广达也是一样啊 广达今天开盘多少 282 嗯 今天收盘多少 262 嗯 换句话说 你追待今天高点的 今天20块 没了 对不对 嗯 所以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我说过这三单股票都是好股票 嗯 好 但是问题是 因为毕竟他们所处的位阶是相对比较高的 嗯 如果说在今天的这样的 因为你想嘛 它位阶为什么会高 嗯 因为人家很多当时买带低档的 嗯 现在都一路抱上来一路抱上来 对不对 现在都在赚钱那个情况啊 对 那如果说你现在又有利多出来 有些可能短线上面 他会选择怎么样 先做获利了结啊 没错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说过 同样要做 我宁可选择怎么样 都没有人在讲的 2357的一个华硕 我说同样是正AI 题材 条件 都一模一样 嗯 可是它就是因为它位阶地嘛 嗯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当时你看当时创下399的一个短线高点之后 后来拉回 也都碰到400块的关卡拉回 我们是不是带着我们的会员 甚至我在节目里面 我是每天都在帮各位怎么样 追踪这条股票 也每天都在告诉各位 还没有发动之前 就是一个很好的布局的一个机会 你看我们怎么做的 我们从360买进 对 369块再买进 嗯 371块还是买进 嗯 到了380呢 380继续再买 对 385呢 还是买 嗯 到了380的7 二话不说 还是买 对不对 388再买 390再买392 还是买 对 甚至有时候 昨天我还请废评 跟大家分享我们的call讯 你知道我昨天是不是告诉各位 399的华硕 对 以下都还是可以买 而甚至我在昨天 那一通9点10分发出去的call讯 我就告诉各位 四字头 对 必然会来 是 对不对 你看昨天就过了 有的 对不对 那今天 今天再创新高 其实 你看 同样一档股票 姑且不讲说 华硕跟我们刚刚讲的AI三雄的差别 对不对 你看今天华硕走势是不是十分的一个平稳 没错 比起AI三雄 开高走低 有的一根停板 有的20块钱 是不是天差地 更不要讲 我说这个礼拜 你光是涨幅上面 它就涨了超过两位数 对啊 对啊 仅次于技嘉 可是技嘉没过高啊 技嘉还在等解套啊 我们是创新高 我想创新高这个部分 这个概念 我想过去我在节目里面 已经讲过N百遍了嘛 对 什么叫创新高 这不论你在哪一天 你哪一个点会买的 嗯 全球都是大转 就叫创新高嘛 是的 AI三雄拿一档 我创新高 你告诉我 没有啦 有啦 广达今天在一开盘的那个当下 有创了新高了 对 但是结果赔20块 掉下来变成20块钱了 对不对 收盘能够创新高 就有一堵华硕了 所以为什么我说过 AI三雄我认同 我未来也会买 但是不是在当下 我要先赚什么 我要先赚华硕 我等华硕赚饱了 我赚满了 我回过头再来买AI三雄 实际成熟 那不是更好吗 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跟大家一窝蜂去乱抢一通 没错 所以我一直告诉各位 一拨对的行情 一档对的股票 你更要怎么样 你更要搭配对的方法 是 你看人家追AI三雄 我锁定的就是华硕 所有会员在喷出钱 哪一个没有买得满满的 所有会员都是我们的见证者 甚至于除了我的会员以外 你是我忠实的听众的 你是不是你在按照我 按照我帮各位所规划的方式 去做的 你是不是也全部都是打转 对 所以方法这么重要 除了说买的标的以外 你看我们的华硕 是连续的买 见不起问导游 我叫你买个一次 你买一个一张就好 我昨天也跟各位讲过 我至少买了不下十次 你资金大一点的 你一次买个一张两张 甚至于更多 少说这样下来 你也二三十张 甚至于三五十张 对不对 你资金没那么大的 你一次买个一张 少说你也有十张 对 那如果说你买了十张也好 你买了五十张也好 这一波你看 从三百五三百六 一路涨到现在三百 今天最高点都已经来到 四百三十八块 你看这样一低一高之间 是不是将近都一百块了 厉害 那你的股票是重压在这里 结果它涨了快一百块 你说你哪一个没有打转 打转 所以我一直告诉你 我们面对的是 同样一波的行情 甚至于华硕 这是我们的先发名单 这个我也老早就在节目里面 全市场都知道 我们在做华硕了 对不对 全市场几乎也都知道 我们是连续的一个买进了 但你看 同样的股票 同样的 这样的一波行情 如果你做法不同 是不是在获利的程度上面 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异 所以从这里 又再一次的印证 纵使是对的股票 对的行情 怎么做 我想这也是攸关 你能不能赚到大钱的关键 好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忘记了 到底接下来该怎么样 跟着老师 还不能和我们进场 来布局好的股票 跟着老师一样 来赚波段好行情呢 千万不要走开 马上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马上回来 嘿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亲爱的老朋友 我们的专家罗明老师 在节目当中有告诉大家 在对的时间点 用对方法 进场来布局好的股票 你就能够赚波段好行情 再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证实给大家看 近期AI股 是大家怎么样追逐的 这样子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标的 对不对 但是呢 老师给大家的AI股 不一样哦 来就像老师跟大家说了 诶 伪创 这个礼拜呢 只涨了1.86% 诶 可是我们跟大家 推荐了这档股票 本周哦 这档好股票 就是我们的华硕啊 涨了11%诶 比一根涨200还要多啊 所以后天我们 老师呢 从360大家进场的部分 布局369 371 380 385 387 388 390 392 399 都还带大家进场来加码 所以说 听众们 我们的会员好朋友们 是不是都是在这一波当中呢 在这影期当中呢 成为AI最大的赢家 恭喜我们的会员 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啦 最后听众们 到底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 来跟着老师进场 来布局下一档好股票呢 先把电话号码告诉您 023659333 023659333 今天有好康讯息 要跟大家分享 千万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就会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废评为您邀请到 是我们的专家 乔首老师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所以说听众们 同样是AI类型的好股票 老师带给大家的 这一档好股票 就是我们的这档股票 华硕 就是带大家赚钱 而且是赚 波段好行情 所以听众们 到底接下来该怎么样 科则老师经常来布局呢 老师 我想就如同刚刚我们所说的 AI这个大乐透 在今天终于公布了这个奖项 是的 那我不晓得投资朋友 你到底中奖了没有 没错 又或者中了之后 你是个人独得一注 还是跟大家一起来 做一个分享 那我想大家都喜欢中乐透 但是要怎么样 能够赚得最多 对不对 如果说你今天 你把资金分散了 对 你的资金不够集中 是不是 纵使今天AI是大涨了 就好比说 你今天好不容易 你中了一个头彩 结果 有十个人在跟你分 所谓的一个彩金 那是不是就很扫兴了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过 你的资金其实就是要集中 你看今天 同样是 回答公布这么漂亮的一个数字 那我们怎么做的 你也很清楚 我们就是先锁定华硕 对不对 人家在讲AI三雄 我说我认同 我认为是好股票 但是我要怎么样 我要先赚华硕 我华硕赚宝了 未来当AI三雄适合的时间 买到这个时间 这个十点出现的时候 我再回来买 我都还来得及了 对不对 对 可是如果你这个时候 你跟着市场多数人 你去追 尤其是你到今天 你才来追的 对对 你看 很多人看到 这个AI的一个数字 太漂亮了 赶快再来追AI三雄 结果我们刚刚也说了 你今天去追到伪创的 早盘一开盘 跟到收盘 刚好 刚好10% 一支停板 你追在最高的今天 还没有赚到你先赔一根停板 那广达也是一样 广达今天 如果你去追在今天 最高点开盘价的 到今天收盘 你刚好得要20块 一张20 你如果买10张 就20万就没了 那今天一天而已 对不对 可是你看 我华硕 今天我没有任何的动作 为什么 因为我就已经告诉你 昨天寇讯有写的清清楚楚了 我们在300 我们刚刚讲过 我们从350 360 370 380 甚至于到399 以下 我们都是连续的一个买进 我买的不下10次以上 所以我才刚讲说 你就算一次买一张 你都有至少10张 你不微大一点的 你一次买个两三张 你这样一次下来 你可能三五十张都有了 对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连续的一个重压 从350 360 370 380 390 到今天最高的 来到438 至少涨了将近快100块了 没错 你哪一个会没有大赚 反而我昨天也提醒各位 当现在已经突破了四字头 它的一个行进速度 会加快有没有 你就不要自己来追了 是 不是说它不会涨 而是你不要自己来追 为什么 因为它行进速度加快 像今天如果说一开高 你看一开高 开在432 我成本在哪里 我的成本是在399以下 甚至于低的还有350 360 你成本差我多少 没错 我来再来追 我于心不忍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过了 当大家来追 我们反而今天没有任何动作 甚至于如果说 有任何适合做分段操作的机会 我们还是会贯彻 这样的一个纪律 是 所以你看方法重不重要 所以我一直告诉各位 你有大资金的 你有大资金的 你一定要认真去看待你的资金 而不是说 人工赏 今天是人工赏 你就跟着大家去追 这样再多的资金 其实都很难去发挥出 它的一个效益 好 那不管怎么样 我想今天 随着华硕再一天的创新高 对 相较为其他三雄 没有任何一档是创新高的 这已经是最好的证明了 是 所以我说过方法很重要 对 好那上半年 不管你做的好或不好 上半年就过去了 尤其你上半年没有赚到的 你没有赚到的 我希望今年的下半场 下半场 你不要缺席 好 你不要缺席 我就用我的方式来带着你大赚 好那昨天我们也特别 我们就庆祝华硕 哇 这个全面的喷出 今天又创一高 又创新高 昨天我们的全管五折的这样一个活动 得到热烈的一个回响 反应非常那个踊跃 甚至于到今天早上 都还有人进来在询问 好 那随着今天华硕再创高 我说过了 上半年你没有赚到的 你下半年更是不要缺席 好的 所以我希望用我的方式来带着各位 在接下来的下半场 能够真正的创造出获利 所以今天我们的全管五折 我今天再开放一天 让大家能够用这样的一个机会 能够顺利的跟上我们的操作脚步 好来听我们 想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 我们的好股票吗 不要忘了我们今天呢 推出我们的这个全管五折 再一天 今天华硕是继续喷出 为了要庆祝华硕继续喷出 今天全管五折 再一天 欢迎听我赶快打电话进来 现在就播出我们的电话 电话号码就在我们的广告当中 赶快打电话咯 嘿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恭喜我们的会们 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 跟进我们的专家 罗宾老师进场来布局的好股票 这一波AI股当中 最亮眼的一颗星 就是我们带大家进场布局的 我们的什么 华硕这档股票啊 本周已经涨了11% 我这样涨 已经涨超过一根涨停板了 恭喜我们的会们 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了 老师从360 369 371 380 385 387 388 390 390 399 都带大家陆续进场来布局 恭喜我们的好朋友们 都是成为股市当中AI股的这样的一个大赢家 听众朋友们 到底接下来要怎么样 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呢 为了要庆祝我们华硕 继续喷出啊 今天全管五折 这样子的一个特别优惠 再给大家一天 想要拥有吗 不要忘记了 赶快打电话进来 接下来要布局的呢 是未来空间最大的好股票 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 今天给大家全管五折 最大最大的优惠 拿起电话 现在就播 023659333 023659333 023659333 这是带图的电话号码 赶快拨通我们的钻线哦 023659333 0223659333 大家欢迎来 就是现在 下来国际投顾108 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本公司于节目中所推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